李宪周宇彤新剧开播 男主陈麦东遗体整容师的工作 更是一改现偶剧霸总的俗套剧情 而周宇彤饰演的庄杰虽然只有一条腿 却从来不做轮椅 不怨天尤人 陈麦东高中时期因父母离异 导致性格大变 可他的一句话却改变了庄杰的一生 拐杖也可以是武器 而多年以后的火车上 庄杰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曾经让他心动的男生 陈麦东的冷漠并没有打消庄杰的热情 他肆无忌惮地盯着男人仔细端详 直到看到他额头上大到浅浅的疤痕 才确定这就是他认识的那个人 有事啊 其实陈麦东一眼就认出了庄杰 可那场相识并不愉快 他索性用行动表达了自己的抗拒 至于骂你 看到两人同在一站下车 庄杰更加确认男人就是陈麦东 我庄杰咱俩高中同学 陈麦东依旧摆出一副生人物尽的嘴脸 直到庄杰提起他额头上的疤痕 才开口反驳 不记得他有什么特征 想到自己的残缺 庄杰这才相信陈麦东真的没认出他 然而小小的南平镇 五部之内必有熟人 作为金牌销售的庄杰 自然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拓展人脉的机会 在镇政府组织的青年创业大会上 他一圈寒暄赞美下来 成功嫁到了几个优质的潜在客户 来老同学 加个微信 少年时期的变故 让陈麦东看透了生死 而世人对殡葬行业的偏见和误解 让他的内心彻底封闭 可庄杰的回归 却如同一道阳光 流林新剧又捅了孩子屋 前后两次婚姻 一共生了三个孩子 大女儿成绩优秀 人长得又漂亮 却不幸遭遇车祸 截肢了一条腿 二儿子庄严是镇上的高考状元 可学习成绩并不代表脑子正常 这部暑假刚回来 就给了大家一个惊喜 这是我们家的新成员 几三儿子 就在几天前 社交汉匪庄杰 去医院做了的胆囊手术 作为医疗器械公司金牌销售的他 就是生病都不忘到处拉生意 手术后公司特批他回老家休养 在回去的火车上 庄杰遇见了昔日的高中同学陈迈东 他热情地跟对方打招 却被当成了故意搭讪 继父和叔是庄杰已故父亲的战友 对他和弟弟如同亲生一般 见他回来 和叔高兴之余 也不免吐槽亲生闺女的成绩 而大娘子靠着麦炉竹 养大了三个孩子 他提前收摊回家 给女儿接风 和鸟鸟刚进门 就挨了一顿熟络 他抱着大姐委屈的 告亲妈的黑状 大娘子一贯的牙尖嘴利 骂孩子 那更是手到擒来 他安排庄杰 明天开始给店里送外卖 丝毫不理会他的抗议 我惯了你啊 小小的露台 传出了欢声笑语 不得不说 这二婚重组家庭的幸福 真的让人羡慕 第二天庄杰 被安排在家 辅导小妹功课 看着他抓耳挠腮 坐不住的难受镜 索性花钱 雇他给自己洗头按摩 和鸟鸟的成绩 已经跌穿地心 大娘子鸡毛胆子在手 也治不了他分毫 只能把这份怨气 发泄在庄杰身上 指责他 不管妹妹的学习 庄杰立刻将锅 甩给了弟弟庄严 靠谱 你可真敢说啊 果然大娘子的话应验了 庄严打扮怪异 并抱着一只大白鹅回来 听着他 不仅给大鹅起了名字 还要把他当作家人之后 干了半辈子 卢主的大娘子 直接飙了脏话 饭桌上的和谐气氛 被打破 亲妈叙叙叨叨地 埋怨他们 个个不省心 连闷头干饭的和鸟鸟 都被无差别攻击 庄严实在忍不住 提出了抗议 您能不能让我退学 专门学画画 庄杰奉母亲大人的命令 去给乌仪送东西 乌仪作为小镇上 唯一的妇女主任 此时正被给孙子 找媳妇的陈奶奶 缠得焦头烂额 陈奶奶自认她孙子 是人中龙奉国之动量 是小镇上不可或缺的人才 这样的人 政府理应要给分配对象 庄杰自告奋勇 要帮乌仪解决麻烦 奶奶 摇一摇听过吗 庄杰现场 给陈奶奶演示了一下 当时就给她摇出了两个姑娘 陈奶奶夸她 虽然看起来四肢不协调 可脑子却灵光得很 这天晚上 庄杰在送外卖的时候 被热情的主家拉住吃席 却在听戏的时候 看到了陈奶奶 你坐了我奶奶的位置 女人起早贪黑 卖卤主养大的孩子 却不省心 儿子高考满分 却一门心思要退学画画 却在写生时 撞上了一具破烂的尸体 庄言虽然被吓得够呛 却还是执意要 跟着去送那人最后一程 可终究是没扛过剧烈的生理反应 等庄杰接到消息赶来时 弟弟已经接近崩溃 他耐心安慰之后 谢过了陈迈东的照顾 得知儿子吃了安眠药 终于睡下 廖涛心疼之余 也不免有些责怪 你看他那样 魂都没了 庄杰忍不住替弟弟说话 被水泡了几天的尸体 肯定非常惊悚 弟弟接受不了也是正常 他提醒妈妈 不要搞性别歧视 男孩子也有想哭就哭的权利 女人真的是一辈子都还不玩女债 廖涛一直计划 扩大经营规模 却为了在镇上 给儿女买房一再搁置 庄杰埋怨妈妈 不跟他商量 他压根就没有回镇上发展的打算 庄杰回屋 拿来自己的银行卡 不顾妈妈的反对 给他塞进了口袋 廖涛虽然有些动容 但嘴上依旧不饶人 庄杰也知道 待在母亲身边的日子很安逸 但太过安逸的生活会消磨斗志 正因为他身体有残缺 所以才要力争上游 努力打拼 这天庄杰逛街 遇到了陈迈东和他奶奶 陈奶奶对这个 有过两面之缘的女孩 甚是喜欢 今后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原来是陈奶奶 从妇女主任那里 偷了庄杰的资料 特意跑到城外 找塔罗牌大师给算了一挂 得到的结果就是 两个孩子不值有缘 还会有过命的情分 陈奶奶深信不疑 极力撮合 实不相瞒 我确实对您孙子挺有好感 庄杰好笑地 看着陈迈东吃饼 话风一转说 那都是高中时候的事情 现在的他 只是回家探亲 过几天 就要回上海常住 见奶奶絮絮叨叨地说 庄杰多好多好 陈迈东为了打消他这个念头 索性把庄杰截之的事情 说了出来 我就知道 您会是这个表情 即使过了这么多年 庄杰的患之痛 依旧会时常发作 为了不让妈妈担心 她从来都是咬着牙 独自面对 看孙子了然的表情 陈奶奶这才反应过来 她是故意的 于是追过去 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小杰这孩子我看上了 他太吵了 比您都吵 和娘娘罕见地 待在屋里学习 这一改变 让全家都跟着高兴 廖涛以为是庄杰 放了什么大招 在表扬女儿的同时 还不忘打压一下 不思进取的儿子 气得庄严端着饭 就要回屋吃 和娘娘看见二哥 立马招手让她进来 看到陈迈东的照片 庄严才知道 妹妹这么专注的原因 和娘娘根据她今天听来的信息 又结合大姐不拘小杰的性子 分析出了一个 她认为最靠谱的事实 陈迈东这么多年 一直潜伏在咱姐的心里 奶奶为了 赶紧把孙子嫁出去 不惜逼她去追腿 有残疾的高中同学 追女孩的本事没生疏吧 自从庄杰回老家休养之后 总是时不时 就能撞上陈迈东 相比当事人的不冷不热 陈奶奶却对女孩一见钟情 她不停拉着庄杰问东问西 得知庄杰目前单身 还是研究生毕业之后 陈奶奶就开始 卖力推销自家孙子 夸她在镇上名气大 受人敬仰 连今晚的喜丧主家 都指定她做C位 而且她经常跑步 身体被棒 甚至连房产的位置 都告诉了庄杰 你手机响了 哪响了 庄杰怕事再聊下去 老太太该拉着他俩 就地洞房了 于是借口还有外卖要送 回到家 她跟闺蜜聊起陈迈东 才知道她至今单身的原因 其实并非因为她做殡葬行业 而是镇上传闻她小时候 曾闹出过人命 也就是在庄杰高三转学的那一年 陈迈东不知遭遇了什么变故 整天跟着一群小混混 大家都 但闺蜜猜 这都是以讹传讹 陈迈东要真有什么事 现在又怎么会在镇上工作 可就她奶奶那个一点 就着得爆脾气 陈迈东这辈子就注定单身了 陈奶奶当然知道自家的条件 所以才会在知道庄杰节之之后 还坚持要让她做自己的孙媳妇 但陈迈东宁愿答应去相亲 也不愿跟郭造的庄杰再有交集 女孩对陈迈东的颜值颇为满意 主要是你觉得我怎么样 还没等陈迈东回答 女孩就自顾自地说起了婚后的计划 她本想未校毕业之后 留在市里工作 可苦于没有人迈关系 只能回到镇上 但她希望两人结婚以后 能去市里生活 不仅是为了以后孩子的教育 最重要的原因是 她的好朋友们都留在了市里 想到陈迈东是市里户口 她的那些过去就更不值一提了 陈迈东不想回家被奶奶唠叨 只能躲到了同学的货运站 可陈奶奶追着庄杰 让她做媳妇的事情 早就在同学们中间传开了 他们感慨大城市的医疗手段高超 同学们打去 让陈迈东跟庄杰再续前缘 想到高中那会被起哄早恋的事情 陈迈东就想找这帮人算账 同学见他不服气 索性捅破了窗户纸 你当初跟庄杰怎么传的绯闻 你自己心里清楚 德华新剧依旧逃脱不了带孩子的命运 为了辅导小女儿功课 他连祖传的鸡毛胆子都用上了 廖涛教育孩子主打一个牙尖嘴利 正直更年期的他 看谁都不顺眼 可只有在面对杰志的大女儿时 她的脾气才稍稍有所收敛 知道她不想自己担心 廖涛转身就走 回头却只看到女儿安慰的笑容 廖涛心里清楚 女儿残缺的腿 再加上她那心情 想要在上海找到归宿 是不可能的 所以才会偷偷在镇上给她买房 妇女主任乌学华 作为廖涛的闺蜜 拍着胸脯 保证这件事包在她身上 廖涛让她先把陈奶奶搞定了再说 提起这个冤家 乌学华就头疼 可庄杰却偏偏看上了可怜的陈麦东 见他也来参加大学生座谈会 社交汉匪的庄杰直接绕了一圈 手机都扫冒烟了 才铺垫到陈麦东 来 老同学加个微信 镇长给大家讲述了南平镇近几年的发展 鼓励这些考出去的大学生们 能利用学识和人脉 帮镇上想想出路 并且特意表扬了陈麦东 他是第一个 愿意从大城市回来的青年才剧 而且他带回的殉葬技术 不仅让逝者有了尊严 更是帮助了养老院和很多孤寡老人 不管镇长怎么吆喝 陈麦东依旧保持高冷 庄杰不停用腿踢他 想要看他能装到什么时候 结果太用力 直接踢伤了自己 嘚瑟 庄杰的假之错误 疼得他呲牙咧嘴 就在他不知道怎么回家时 陈麦东骑着摩托车回来接他 他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一刻 像急了15年前 庄杰不自觉地笑出了声 这次他毫不犹豫地 跳上了陈麦东的背 那些情斗初开始的记忆扑灭而来 庄杰不自觉地越靠越近 然而这份暧昧却被直男打破 陈麦东嫌弃庄杰搂 他腰搂得太紧 庄杰调侃他一个大男人 害怕搂腰 边说他有坠肉边上手去摸 吓得陈麦东直接一个急杀停住 庄杰好奇地询问陈麦东 是不是觉得自己对他还有旧情 并主动说起在高铁上相遇那次 虽然庄杰没有第一时间认出他来 但心里还是小路乱撞了一下 干嘛急杀呀 下车敢把你拐杖给我 陈麦东和庄杰 合力救下了被老头猥亵的女孩 就像多年前的那个下午 陈麦东抢过庄杰的拐杖 将那些欺负他的人狠狠教训了一顿 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那个被拐杖封印了青春的少女 因为男孩的一句话 开始了全新的人生 我是在叫你 拐杖也可以是武器 庄杰半真半假地跟陈麦东表白 就被他抢走了价值十万的名牌包 干嘛呢老头 庄杰抱着心爱的包 不停埋怨陈麦东心狠手辣 陈麦东却对他的腿提出了质疑 刚刚他可是非常勇猛地 踹了男人一脚 庄杰笑称 这全靠肾上腺素的支持 而且他定制甲值的钱 也不是白花的 陈麦东没想到 小时候自卑那项的庄杰 竟然还有这么多多逼人出息的一面 庄杰早在十五年前 就顿悟人生苦短 有些事情不必那么认真 就比如 今天跟镇长开会的那帮年轻人 会上看着都热血澎湃 激情四射的 可等到出了镇政府大门 风亦吹气一散 说过的承诺 谁还会记得 陈麦东告诉庄杰 镇上的肉连厂 以及山上规划的梯田 都是他口中那些人拉回来的赞助 他们默默地帮镇上做了这么多 根本就不像庄杰说的那样 小镇上最不缺的就是八卦 陈麦东跟庄杰今天在会上的互动 还有他背庄杰上摩托车 并亲自送他回家的事情 早就传到了陈奶奶的耳朵里 他八卦地 让孙子详细说一下 两人交往的过程 结果陈麦东没好气地说 他对了庄杰 并满脸嫌弃的 说庄杰没有小时候靠谱 杂杂呼呼起来 连狗都嫌弃 就庄杰的模样和性格 他都能挑出毛病来 奶奶有理由怀疑孙子病了 明天跟我去看中医 看看你是上边有病 还是下边有病 庄严带小妹去找八卦女主角 打听情况 却差点被他的面具 给吓出神经病 和鸟鸟调侃大姐 戴头盔上你 庄杰虽然戴着面具 可也还没瞎 俩人的小动作 他看得一清二楚 也知道他们半夜 摸进来的目的 但他跟陈麦东 真的神妖事情都没有 或者说 陈麦东压根就看不上他 15年前 因为陈麦东的一句话 庄杰从被拐杖封印的 暗淡青春里走了出来 后来 他真的把拐杖 当成了武器 利用人们对残疾人 利让三分这个优势 啃下了很多硬骨头客户 要说庄杰嘻嘻哈哈 是为了掩饰身体缺陷 不如说 那是突破自卑后的 无所畏惧 而作为救赎源头的陈麦东 对他来说 注定是不一样的 可这究竟是重什么感情 或许庄杰自己 都说不清楚 其实在上海的这几年 他也有喜欢的人 但仅仅是在告白之后 男人就不辞而别 天底下最好的继父 何章岳因意外去世 廖涛在接连遭受 丧夫打击后 还其乐融融 何叔为了帮庄岩收拾行李 忙得不可开交 庄杰却站在一旁问东问西 好脾气的他丝毫不恼 耐心帮他解答 庄杰卯卒足了劲 要为镇上做贡献 亲妈廖涛看不下去 骂他忙里添乱 得知老公一会 还要去帮忙转运山药 廖涛的火气 立马又窜到了头顶 这些滞销山药 肯定又要内部消化 花钱不说 年年还要被他撑个半死 庄杰一听 立马来了兴趣 阳沟村地处偏僻 山药产量又大 可镇上唯一的加工厂 却每次都卡着采购期上门来收 等村民们着急的时候 又把价格压死 眼看奸商都欺负到家门口了 庄杰大包大揽的保证 会找到销售渠道 并承诺一定会把收购价格提上去 村长只当他是在开玩笑 可和叔却对女儿非常有信心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想干任何事都有成 镇上的大喇叭 正在循环播放陈麦东的表扬性 事情干好 晚上庄杰开始发动他的全部人脉 半羊球半命令式的 找闺蜜朋友帮忙 何鸟鸟这个学渣 本来就是写作业困难户 这一下被他吵得 更是没办法进行 然而他的抗议 却被全家无视 廖涛看着庄杰被晒爆皮的小脸 立马拿出了自己的祖传手艺 不同于廖涛的牙尖嘴利 处处打压 何张月对三个孩子的无限包容 他让他们长成了如今 肆无忌惮的青春模样 然而此时这个家有多欢乐 意外过后就有多么的支离破碎 第二天廖涛的炉主摊钱 就排起了长队 庄杰不仅卖掉了 阳沟村所有的滞销山药 还一下子就签了三年的收购合同 阳沟村给庄杰的表扬 信上了村享工程 你听听又表扬你闺女了 很快 庄杰的假期就结束了 何鸟鸟抱着大姐 死活不让她走 廖涛拉着小女儿做事 就要揍她 庄杰好不容易脱身 又担心妹妹会真的挨揍 何张月让她放心 妈妈心里有数 况且精明的何鸟鸟 知道应该什么时候闭嘴 此时庄杰不知道 这将是她跟何叔的最后一次见面 就在庄杰为在上海扎根而努力工作时 陈迈东接到工业厂房出事的电话 死者已经被机器砸得面面全非 直接被救护车送到了殡仪馆 女人在火车上 抢吻了长相库斯里线的男人 不料一时的冲动 却换来全镇吃瓜 得知庄杰即将要返回上海 陈奶奶特意给两人制造了独处的机会 可即使她千叮宁万嘱咐孙子要争气 陈迈东还是一句话就把庄杰给惹毛了 你对所有人都这样吗 好在她也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连发三条道歉短信 成功熄灭了庄杰的火气 陈迈东请她吃饭赔罪 却反被挑衅 你侧面挺帅啊 或许是因为庄杰要离开的缘故 陈迈东一改往日的针锋相对 甚至还讲了个超冷的笑话 来逗庄杰开心 不管镇上的人怎么以讹传讹 庄杰始终认为陈迈东是个好人 他让陈迈东不要在意别人的眼望 更不要因为职业特殊性就降低择偶标准 陈迈东把庄杰送到了家门口 两人也终于成功加上了好友 可面对庄杰的触碰 陈迈东却敏感地躲开了 原来很少有人会愿意 跟他们这个行业的人有肢体接触 久而久之 陈迈东就养成了不跟人握手 也不跟人说再见的习惯 少跟我来这套 陈迈东情绪低落地走到母校门口 15年前的大雨里 他被母亲抛弃 抬头却看到了庄杰递过来的伞 可不久以后 他也不告而别 那时候的陈迈东就知道 有些人不能奢求 该离开还是会离开 但他还是忍不住买了一站车票 陈迈东误自接过庄杰的行李 把他安顿好后 又叮嘱他不要逞强 下车的时候 记得找人帮忙 庄杰明知顾问 他是在担心自己 被戳穿心事的 陈迈东想要下车 却被喊住 这突如其来的一个吻 让两人都愣在了原地 可仅仅是过了几秒钟 庄杰竟又一次主动亲了上去 陈迈东终于不再压抑 给了他回应 很快 两人火车上激吻的视频 就在小镇上传开了 西伦作为陈迈东的徒弟 被一群同事 拉着热火朝天的讨论 见师傅回来 吓得西伦撒腿就跑 而庄杰刚回到上海 就收到和书祝福他恋爱的信息 一头雾水的他 从闺蜜这里找到了答案 看着手机里那些清晰的动图 庄杰直接射死当场 他庆幸自己身在上海 无受舆论的困扰 可也担心陈迈东已经崩溃 此时毫不知情的陈迈东 还在好奇庄杰网人的含义 看到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女人时 当即了然 也就在这时他收到了奶奶的信息 满屏的八卦 让他差点摔了手机 庄杰承认自己 很喜欢陈迈东 但他更喜欢上海这座城市 亲的是陈迈东我不亏 庄杰纠结了很久 他就今天的事情 或许这就是很多人 执意要生儿子的原因 继父何章月因意外去世 他唯一亲生的 却只有12岁的何鸟鸟 庄杰坚持让庄严 以长子的身份回家发复告 廖涛在巨大的悲痛面前 显得异常平静 他寸步不离地守着丈夫的尸体 何章月的面部 已经无法手工修复 陈迈东只能选择 3D打印面具的方式 然而成年人的崩溃 往往就在一瞬间 廖涛在给丈夫穿最后一只鞋时 却怎么都穿不进去 他终于忍不住崩溃痛哭 庄杰拿出早就准备好 要送何书的锦旗 他本来打算过年时 搞个隆重的颁奖仪式 可意外却来得如此突然 庄杰的情绪 在这一刻彻底崩溃 他后悔没有叫过何书一声爸爸 有些遗憾 似乎永远都无法弥补 庄杰12岁时 亲眼看着父亲死去 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不吉利的 所以 不管何书对他有多好 他也从不敢开口喊他爸爸 陈迈东安慰他 正因为人生有大限 他们才更应该努力地去生活 然而庄杰始终想不通 为什么总是他 他询问陈迈东 这辈子有没有失去过什么人 陈迈东跟他讲述了自己的过往 17岁那年 他最好的朋友 死在他的面前 宋然在出事之前 给陈迈东打过电话 可他没接到 直到现在 陈迈东都觉得 他的死是自己的错 他无法面对朋友的死亡 直到一个人出现 他给陈迈东洗掉了脚上的血 并告诉他 该离开的人留不住 总要离开 光懊恼没有用 要做些什么才行 陈迈东不想忘记宋然的死 所以就跟着师父 走上了殡葬这个行业 陈迈东27岁那年 从北京回到南平 亲手送走了自己的师父 那个时候 他就决定要留在南平 失去的本质 是在教会我们慢慢接受 丧事办完 廖涛就催着孩子们 回去上学上班 有他在这个家的日子 该怎么过 还怎么过 和鸟鸟却坚持不去学校 他们说 说我们家女人客服是灾心 张杰安慰妹妹 嘴长在别人身上 他们控制不了 但日子是给自己过的 廖涛让女儿 挺着腰杆去学校 他发誓要让全镇的人看看 他们一家子灾心 没了男人之后 是怎么站起来的 庄严提出要休学 帮家里干活 廖涛警告他 要是再提休学 就打断他的腿 庄杰半夜醒来 见妈妈还在收拾和书的衣物 就知道他白天的坚强 只是为了让他放心回上海 庄杰表示 回去交接完工作就赶回来 他抱着妈妈 想要跟他一起撑过去 闺蜜安慰庄杰 让他想哭就哭 在自己面前 不需要伪装坚强 他让庄杰放心地回家 陪妈妈打理厂房 公司和客户的事情 由他盯着 等庄杰在回归时 保证一切都照旧 但他也叮嘱庄杰 公司很多人 对他的位置都虎视眈眈 让他去交接的时候 该硬气就硬气 曾经被骂不吉利的残疾女孩 凭借一己之力 狠狠打了全镇人的脸 庄杰回到老家之后 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 不仅让自家鲁鸡店 成了打卡网绘 还扩大生产规模 建起了厂房 庄杰实力证明了 他消灌的头衔 可一些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竟还想觊觎他的位置 小贾是庄杰手把手 带出来的实习生 既然他不忍 就不要怪庄杰不义 庄杰提醒他 赞做可以 但不要放个人物品 否则等不了多久 还得给他腾定 小贾面子上挂不住 却还查兮兮的 让庄杰别多想 庄杰做了这么多年销售 最不屑的 就是内卷两个字 既然他想做高位 那就要 凭自己的本事争取 可就在庄杰怒斥完小贾之后 就接到老家妈妈的电话 何鸟鸟离家出走了 小妹有多胆大包天 庄杰自然知道 他庆幸何鸟鸟 遇到了出差的陈迈东 可想到万一两个字 他还是忍不住 想给何鸟鸟一顿胖揍 庄杰想留陈迈东 一起吃饭 借口他在 可以避免他跟小妹话不投机 在想揍他 何鸟鸟离家出走 是因为觉得家里冷 他说父亲还在家里 并且想带他一起走 庄杰想要拿自己12岁 失去爸爸的事情安慰他 可即使有着同样的遭遇 他也不是何鸟鸟 陈迈东关上所有的灯后 点了一根蜡烛 他告诉何鸟鸟 爸爸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 他能感知到也很正常 何鸟鸟求他帮忙 调到爸爸的频道 他想告诉爸爸 自己很想他 你不说 你爸爸也能感应得到 何鸟鸟在陈迈东的安抚下 不再抗拒接受爸爸死亡这件事情 庄杰邀请陈迈东 到阳台看东方明珠塔 可在他看完美不胜收 不舍离开的地方 在陈迈东来说 就是一座电视塔而已 庄杰最终 还是没忍住追上了陈迈东 为这些天的所有事 跟他说了声谢谢 并且问出了那个 他一直想问的问题 微信把我删了 陈迈东 就是知道庄杰的选择 所以才会对他的心意视而不见 和鸟鸟带着爸爸的那一份 逛遍了迪士尼 庄杰跟他约定 回去以后 他们要以身作则 带动咱妈和庄严 把何叔那份也活出来 姐妹两人大张旗鼓地 在小镇环游 挺直腰杆地 跟所有人打招呼 任由他们在背后继续议论 廖涛心疼女儿的腿 骂她神经病 还阵一日游 也不知道要有给谁看 咱们和家人丁心旺 不是什么好欺负的孤儿寡母 来人天天打老婆 逼得他喝了萌药 却还敢在娘家人面前诋毁他 早就有病 两家人直接在殡仪馆里 大打出手 陈麦东拉架时 被男人狠狠打了一拳 这一幕正好被来 给他送蛋糕的庄杰看见 然而家暴男已经打红了眼 对着来拉架的陈麦东 又是一拳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瘸着一条腿的庄杰 就冲过去 给了男人一巴掌 家暴男边叫嚣着 没人敢打他 边做事叫打回去 却被陈麦东凶狠的眼神给吓住了 就在这时 男方家属浩浩荡荡地赶来 家暴男对着领头的男人低头哈腰 你老婆刚过世 你就这个德性 你还是个人吗 这一幕终极反转 看待了在场众人 庄杰边帮陈麦东清理鼻血 边吐槽他脑子不好 陈麦东也没办法 这毕竟是他工作的地 陈麦东之所以不再隐藏心意 全养仗于庄杰最近在镇上的表现 庄杰回来后 利用他消灌的头脑和人脉 不仅帮妈妈重新设计了 廖根基的门面 还给厂房增加了真空包装线 在网红女主播的卖力宣传之下 很快廖根基就成了 家喻户晓的网红品牌 陈奶奶为了支持庄家的孤儿寡母 大清早地就安排孙子吃鸡 她夸庄杰是女中豪杰 万里挑衣 不仅把廖根基的工厂给撑了起来 还扩大的业务 干得比以前都要好 廖涛心疼女儿 忙完工厂 还要来帮他打包送外卖 他想要买辆二手货车 可无奈 两人都没有驾驶证 廖涛感慨 家里还是得有个男人 他自己没有也就算了 能干又漂亮的女儿 竟然也没有找到 这时廖涛想起了前几天听来的八卦 庄杰万万没想到 吃瓜吃到了自己头上 廖涛只知道 那个姑娘穿得时髦又花哨 一看就是在大城市待过的人 他第一反应 就是干闺女王西夏 庄杰结结巴巴巴地 替闺蜜澄亲说她 还在上海 忙着到处相亲 我估计是那姑娘没脸没皮 等到廖涛娘三恶的前胸 贴后背地回到家后 田螺姑娘王西夏 带着满汉全席隆重登场 酒足饭堡之后 廖涛邀请她来家里过年 庄杰知道 王西夏的爸爸找了回来 于是询问她今后的打算 王西夏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 只见过亲妈 没见过亲爸 如今亲妈死了 自然就当亲爸不存在 庄杰刚进完亲妈的人间清醒 就接到了陈奶奶的电话 得知陈麦冬跟她是同一天过生日 而且忙得没空回家之后 庄杰就自告奋勇地 去殡仪馆给她送蛋糕 陈麦冬生日快乐 大娘子刚吹嘘完 自己家教森严 就看到闺女跟男人抱在一起 又轻又啃 这好大一张床 让她血压瞬间飙升 既同是庄杰爱尔不得三年的上海男人 她享受了这份暧昧 却又在被表白之后不辞而别 可她骑驴找马了半年之后 却又心存不甘 我想回头 我想接受你的表白 庄杰的残疾让她在感情方面人间清醒 爱与不爱其实非常明显 既同明知道庄杰的残腿吹不了冷风 却还在出门透气时顺手将门打开 而陈麦冬在得知庄杰冷了 残肢就会痛食 立刻去求兄弟老婆给搞来特效羔羊 明明还在吃错 却依旧细心地把门关上 陈麦冬的话一语双关 却不知庄杰已经拒绝了既同 憋着一肚子火气的她 跟来收保护费的小混混 大打出手 庄杰在得知消息后 立刻赶去查看情况 看到她完好无损才放下心来 既同的出现 让陈麦冬确定了自己的心意 她今天打定主意 要讨一个名分 可庄杰却说 她还没想清楚 在你想明白之前 你为什么要撩骚我 庄杰的火气也上来了 明明是她上赶着送药贴 还在既同面前宣示主权 现在却反过来骂她轻浮 庄杰发誓要再理 她就是个蠢货 可她刚冲出门就 又被陈麦冬扯了回来 嗯 在门上就是一顿亲 气得庄杰直接咬破了她的嘴唇 虽然遭到了奶奶的调侃 陈麦冬还是乐开了花 可转天就撞见庄杰跟季同 在火车上拥抱 冲进车厢 又看到两人在拉拉扯扯 陈麦冬扯开季同 拉着庄杰就走 可她刚叫完季同怎么做男人 就自己把庄杰壁冬在墙上抢吻了 即使庄杰极力反抗 右下嘴咬人 她也死不松口 陈麦冬的心意已经如此明显 庄杰从抗拒到主动 两人的关系终于进了一步 你来我往了几次又亲又肯之后 陈麦冬就找到乌姨 求她帮忙上门提亲 两个老闺蜜 当着庄杰的面打起了哑泥 乌姨试探地询问廖涛 对女婿的要求 廖涛却说 女儿压根就没有回南平定居的打算 乌姨只当是庄杰心气高 不打算在镇上找 于是当天就去殡仪馆回了陈麦冬 气得她把庄杰的电话 设了免打扰 庄杰堵住陈麦冬 质问为什么不接电话不回信息 我有时候都在怀疑 你到底有没有长心 庄杰自认身上有很多毛病 但知行合一 陈麦冬不打招呼 就找人上门提亲不说 找得没人连话都没说清楚 就被劝退 还怪别人 庄杰绝着一条腿 边走边哭 陈麦冬追上来不停道歉 却被甩开 陈麦冬表白 他这辈子就认准了庄杰 并要求他对自己负责 被他打横 抱起的那一瞬间 庄杰就妥协了 去哪啊 去亲年 可两人恋爱脑上头 跑到小镇艺术节上 又轻又啃 结果就被亲妈廖涛 给抓了个正正 极品男人 在相亲室 狂柔女孩的百惠学期的相亲对象 当众发飙 骂她是神经病 王西夏经历了无数次相亲 有穿上增高鞋 踩到她腰部的金融小个男 也有牛皮吹上天的小个体户 还有脑回路奇特的艺术男青年 在庄杰看来 个个都不靠谱 可王西夏却觉得 跟谁都是过 这天她陪庄杰去商场 给陈麦东买内裤 就在两个未婚女青年 互相调侃之时 眼前出现的男人 让她射死当场 你喜欢这样的 男人是王西夏 最讨厌的相亲对象 没有之一 只因初次见面 就被说长得像她的王妻 而庄杰在南平时 也见过这位 貌似黑社会的大哥 还有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吗 崔哥 崔哥对王西夏一见钟情 再见依旧钟情 于是厚着脸皮 要跟她一起吃饭 吃你个头啊 庄杰觉得崔哥人不错 最起码 没有被王西夏的刻薄给吓退 于是就怂恿闺蜜 跟她相处看看 庄杰意外发现 陈麦东给的要贴 是崔哥家的 于是打着让王西夏 帮她买要贴的名义 给两人制造 再次见面的机会 不明所以的王西夏 一口答应了下来 直到看到崔哥的那一瞬间 才明白过来 其实早在两人 研究男人内裤那天 崔哥就看出 庄杰的腿有问题 这一下王西夏相信 她真有点本事在身上 于是一口气 就要买50包药贴 哎 要到付款 你先留个电话地址 崔哥解释 他们有送货上门的服务 王西夏却表示 她会留在前台 出了门就打电话 骂闺蜜老奸巨华 庄杰笑称她想撮合 但也确实需要这个药贴 堂堂大中医 亲自做起了外卖员 王西夏宁愿 多给她50的跑腿费 也不欠她这个人情 崔哥只能推而求其次 表示加个好友才能转账 上司季童自以为是的 跑来解围 我请客一起聚餐吧 有约了 季童男孔雀开平式的 在崔哥面前彰显魅力 恶心的王西夏直翻白眼 拉着崔哥就走 崔哥觉得自己还算有用 至少能帮助王西夏 躲避更讨厌的人 两害相较娶其亲 你有什么可自豪的 见王西夏一直在吃青菜 崔哥把自己盘子里的 全插给了她 王西夏满脸不可思议 她吃青菜只是因为 呃 想先吃菜再吃肉 崔哥又一股脑的 把青菜全扒拉到自己盘子里 然后把仅有的两块 肉夹给了王西夏 混迹相亲界这么多年 王西夏就没见过 他这么笨拙的老男人 崔哥这辈子 只经历过一个前妻 婚姻太顺 导致他没有任何恋爱技巧 崔哥真心的跟王西夏道歉 却又被他不耐烦的 冷嘲热讽了一顿 见王西夏情绪 反反复复的上下波动 崔哥从专业角度 帮他分析了病情 说着 竟直接掰过他的头 捉奸男朋友和前任 可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他整个人都傻了 你怀孕了 庄杰跟陈迈东 兵士前嫌之后 当街接吻 却不知一旁的亲妈 已经被气到暴走 廖涛知道 陈迈东这孩子不错 老公没了那段时间 自己也挺感激他的 可找女婿看的是家事背景 廖涛一想起陈奶奶 举着镰刀闯人家院子 他就害怕 万一以后 两家要是闹个矛盾 那暴躁老太太 还不得把他们全家都给砍了 同样是当妈的闺蜜 特别能理解廖涛 陈迈东父母当年离婚 闹得满城风雨 不说 他自己谈了个女朋友 七年都不结婚 最后还分了 廖涛听完 整个人更不好了 而此时 庄杰正盯着陈迈东放花吃 为了感谢 他帮妹妹做礼物 还特意给他带了巧克力 看到陈迈东厨子里的小物件 就知道不是他自己买的 陈迈东直言 是前女友喜欢 说完立刻询问庄杰 会不会介意 这么大个人了 我还不许你有个前任了 庄杰年后 就要返回上海 两人能好好谈恋爱的时间并不多 他才不会因为 这些不值当的事情 就闹别误 但庄杰也跟陈迈东约定 只要两个人还在一起 就要坦诚相待 庄杰带着陈迈东 送的车梨子 回家讨好妈妈 料涛撞破 却不能说破 心里无比烦躁 和鸟鸟见气氛不对 小心伺候 毫不知情的庄杰 还以为妈妈不舍得吃 于是笑着说 没花钱 让他敞开了吃 你品味高兴气高 你倒是架个高门剑 给我看看呢 庄杰被骂得一头雾水 见老妈的攻击对象不是自己 和鸟鸟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廖涛心不在焉地照看着乳鸡店 却无意中得知 来买鸡的女人 是陈迈东的前女友 邻居跟廖涛八卦 两人以前的事情 气得她直接关门收摊 给钱都不卖了 庄杰被亲妈一个电话 叫到了咖啡馆 开心自拍时 才发现气氛不对 后知后觉地询问自己 哪里惹到了她 你和陈迈东什么关系 谈恋爱呢 庄杰觉得 喜欢这件事情挡不住 但她已经跟陈迈东说好了 在一起的时候 就好好享受恋爱过程 然后不耽误 她回上海上班 廖涛就是个 本本分分的小镇妇女 接受不了年轻人这种想抱 就抱想亲就亲的思想 她警告庄杰 守住规矩和底线 别弄出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 让人戳几两股 陈迈东不是这种人 那她前女友找上门来了 你也知道 庄杰想找陈迈东求证 却联系不上她 找到她家 却得知宋姨来过 陈奶奶拉着庄杰骂 宋姨是害人精 要不是她耽误时间 又移情别恋 陈迈东也不可能留下心理阴影 至今未婚 又骂宋姨到海滨浴场玩 还不忘来家里有了心塔 庄杰找到殡仪馆 却得知陈迈东也去了海滨浴场 然而 等庄杰气势汹汹 砸开门后 却只看到怀孕的宋姨 和她一头雾水的老公 得知她就是庄杰 宋姨觉得 有必要解释些什么 我哥是宋然陈迈东最好的朋友 独居在山上的陈奶奶 被救护车拉走了 老挨晚期的她 已经没有多少时日 得知这个消息的陈奶奶傻了眼 她亮亮呛呛地 背着包往山上走去 廖涛看出了不对 却也没有多想 等到她回家 面对着三个不省心的孩子后 更是将此事抛到了脑后 然而就在这时 乌学华慌慌张张地跑来说 陈奶奶不见了 她自责大嘴巴 说漏了林奶奶不治的事情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 庄杰已经冲了出去 陈迈东没告诉她 就是怕她腿不方便 可庄杰却执意要跟他们一起找 顶着女主光环 很快就在河边发现了陈奶奶 崎岖不平的山路 让庄杰的腿受了伤 新妈心疼地扔出药 贴埋怨她沉默 而今天这种情况 正是廖涛担心的 如果庄杰真的跟了陈迈东 这样的突发状况 以后就是家常便饭 庄杰强调 自己年后就回上海 你既然没打算长住 你就别那么积极 其实早在庄杰见过宋仪之后 她对陈迈东的感情里 就掺杂了愧疚 宋仪是陈迈东好朋友 宋然的亲妹妹 从见到东哥的第一眼 就喜欢上了她 可她费尽心机地追求 却连个正眼都没换来 直到那天 她被笑爱的小混混们堵住 宋仪以为是老天给她的机会 于是就疯狂拨打陈迈东的电话 她不仅没接 还通知了她哥哥宋然 并让宋然转告宋仪 不要再骚扰她 然而宋然却意外 死在了那些混混手里 宋仪万念俱灰 一度没了活下去的勇气 可她却发现 陈迈东比她还要愧疚 于是宋仪就像抓到了 救命稻草一般 死不放手 而陈迈东也有意 混淆了可怜和喜欢的边界 无条件地答应 宋仪的任何请求 直到她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主动退出 我可不可以 请求你善待陈迈东 庄杰虽然答应 但她也知道自己同样自私 她喜欢陈迈东 但更喜欢上海 而陈迈东之所以不能离开南平 并不只是为了奶奶和师父 更多的是 无法放弃她作为殡葬人的沉默 就像今天逆耍王的南海母亲 在处理完儿子的葬礼之后 就跟陈迈东 预约了自己的葬礼 这样的逝者家属还有很多 他们都执拗地认为 只有经过同一个人的手 才不会跟另一个世界的亲人走散 即将到来的离别 让两人都有些伤感 自陈迈东济世以来 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抱着 小时候父母太忙 爷爷奶奶也不会这样 庄杰的出现 填补了陈迈东心底的缺憾 残疾的自卑感 刻进了庄杰的骨血 他拼命地建功立业 只为证明自己 还有活着的价值 所以 他不想为了任何人改变自己 更不想嫁给陈迈东的 五年十年之后 恨自己也恨他 陈迈东支持他的一切决定 两人只能在离别到来之前 争分夺秒的约会 陈迈东为此 还特意喷了香水 看着他身上变出吃的 又变出喝的 庄杰调侃 他是机器猫 伸手就去掏他的口袋 被翻出女士唇膏的陈迈东 有些尴尬 为了掩饰 赶紧往嘴上抹了几下 见庄杰嘟着嘴 凑过来锁吻 看了下四周无人 才放心地亲了上去 让你给我涂唇膏 耍流氓是不是 你不表白你难受是吗 没憋住 堂堂中医世家传人 竟然找了个恋爱脑 一言不合 就跟相亲对象表白 王熙夏一向性格泼辣 能言善辩 可偏偏就遇上了 木讷又笨拙的崔哥 刚认识没几天 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了脸 崔哥没有恋爱技巧 但剩在脸皮后 既然头不让动的 按摩手上的劳工学 也可以拜伙 王熙夏虽然觉得他不可理喻 可在培训新员工时 还是不自觉地狂柔劳工学 来压制心头的怒呼 这天王熙夏扔垃圾时 遇到个没素质的邻居 哎你站哪 垃圾分类了没有啊 有病 王熙夏遇事从不吃亏 立马掏出手机录像 边录边威胁男人 要上报给居委会 没素质难见状 就要抢夺王熙夏的手机 干嘛呢 崔哥严肃的表情 外加一米九的大个子 黑社会大哥的 既是赶压的男人 喘不过气来 认耸地捡回了自己的垃圾 崔哥一句辛苦了 说完还不忘给垃圾桶盖上盖子 崔哥还记得 上次王熙夏说 他不喜欢吃青菜 于是就特地去买了四个卤猪体 既能补充胶原蛋白 吃着还香 果然真诚才是追女孩的必杀剂 王熙夏决定 把他从黑名单里拉出来 作为答谢 还邀请他上楼喝茶 崔哥作为一个老中医 看着满桌子的保养品 直皱眉 他直言理解王熙夏 对白和美的追求 一白遮白丑 崔哥解释 人的脸色是由气血决定的 保养这件事情 需要慢慢调理 不能心结 而他的美 并不需要靠这些外在的东西加持 王熙夏被他夸得心花怒放 说话的语气也温柔了很多 这时他接到闺蜜庄杰的电话 对方心情烦躁 想要从他这里找些安慰 那天 庄杰跟亲妈吵架 又喝了很多酒 酒精上头之下 就想把自己交付给陈迈东 气氛正浓时 陈迈东说 要帮他脱掉甲脂 骨子里的自卑 让庄杰瞬间清醒 他不仅踢开了陈迈东 还埋怨他强迫自己 你刚才的话再给我说一遍 庄杰也知道自己话说中了 可说出去的话 如同泼出去的水 再难收回 陈迈东送他回家之后 心灰意冷地提出了分手 你活该吧 你庄杰 王熙夏这一嗓子 不仅把崔哥吓一跳 还让对面的庄杰委屈不已 他埋怨王熙夏不安慰 反倒还骂人 我骂你 我骂你都是亲的 我要是陈迈东我就揍你 崔哥边侧着耳朵听八卦 边帮他把保养品分类 王熙夏让庄杰要还是个人 就赶紧去跟陈迈东道歉 被骂惨的庄杰借口信号 不好挂了电话 怎么的没见过女人吵架 王熙夏让崔哥怕了 就赶紧走 还来得及 崔哥却说来不及 更喜欢他了 见王熙夏拿上外套 准备要送他走的架势 崔哥赶紧客气地说 不用麻烦 他可以自己走 谁要送你了 我让你下楼 陪我吃个宵夜 我妈饿了 上一秒还因失恋 要死要活的残疾女孩 下一秒凌晨五点 就爬起来 是不是没睡好 昨天晚上 怨外头俩耗子 叽叽喳喳个没完 自从跨年夜庄杰 勾引了陈迈东 又在他回应之后 扣了他一顶强迫的帽子以后 陈迈东就跟他提出分手 再也不曾联系过 得知晚上陈迈东 要去参加同学聚会 庄杰破天荒地 作为神秘嘉宾出席 两人全程无交流 却在醉酒失态的同学面前 互相维护 庄杰追上陈迈东 第三下四地跟他道歉 求他原谅 我真知道错了 我现在看到你就烦 陈迈东的话同样伤人 庄杰红着眼眶 狠狠地咬了他一口 谁再理你 谁就是狗 你本来就是狗 你狗都不如 然而就在陈迈东转身之后 本就重感冒的庄杰 终于撑不住晕了过去 要不是二哥 强迫何鸟鸟出来 给陈迈东报信 他才不想理这个 惹大姐生气的臭男人 从何鸟鸟这里 陈迈东才知道 跨年夜那天 庄杰跟妈妈大吵了一架 妈我们要跟你谈谈 一向乖乖听讯的孩子 突然如此严肃 庄涛竟莫名 有些心慌 连说话都结巴起来 庄严知道 是因为妈妈的反对 才会让大姐的 恋爱谈得如此不顺畅 但扪心自问 庄杰是这个家里 最懂事的孩子 从没忤逆过父母 还时常教育弟妹要听话 庄严也承认 他们的话 很多时候都是对的 你总不能保证 我们这一辈子 都免受伤害吧 庄涛反省过后 主动跟女儿 谈起了男朋友这个话题 得知上次的要贴 就是陈迈东送的之后 庄涛不再抗拒 而是选择面对现实 庄杰情绪低落 却在临睡时 收到了陈迈东的关心 得知他在门口 立马穿着睡衣就跑了出来 陈迈东心疼地 把他装进了风衣 陈迈东给了他解释 跨年夜那晚的机会 庄杰再次非常认真地 说了对不起 而他口不择言 是因为不敢在 任何男人面前脱掉假之 这个理由 让陈迈东心疼不已 原谅了他 并约定等他好了 再跟他约会 没了心事的庄杰 转天就活蹦乱跳 廖涛见女儿开心 也就默许了 他跟陈迈东的关系 陈迈东把庄杰 约到新房吃火锅 不停投喂的同时 还不忘炫耀自己的厨艺 见他总是刻意地 跟自己保持距离 庄杰笑着命令他 坐到沙发上来 可陈迈东刚坐下 庄杰就厚着脸皮 爬到了他的腿上 这一举动 吓得陈迈东 立马举手投降 你给我老实一点 送来一次 我非被你整出 什么毛病不可 下雪添脸 陈迈东不敢骑车 送庄杰回家 只能留他在新房过夜 并贴心地 准备好了洗澡水 看着他亲手制作的拐杖 庄杰有些泪目 他拉住陈迈东的胳膊 坐视挽留 你还没准备好 我可以等 陈迈东刚出小区 就接到了庄杰的电话 他坦白 自己在大学时 谈过一个男朋友 但在两人 第一次想要亲密的时候 他却被自己 争名的残肢给吓跑了 因为是你我可以 堂堂中医世家传人 竟然在求婚前一颗怂了 闺蜜男朋友 跑到自己家 还掏出一枚大金戒指 这副像急了求婚的架势 吓坏了庄杰 王熙夏在跟崔哥 确定恋爱关系之后 就迫不及待地 跑回南平 跟闺蜜分享喜悦 然而人还没见到 就临危受命 去帮他冲锋陷阵 庄杰跟陈迈东 和好以后 难省难分 然而 他的夜部归宿 却引然了廖涛的神经 庄严和和鸟鸟 被大姐连累 成了炮灰 大青早就被亲妈 训成了狗 王熙夏把廖涛 吹捧成事业女性 让他本着顾客至上的态度 去调节自己的情绪 眼瞅着 亲妈嗓门越来越小 庄杰这才赶出来 两人插科打混 终于把事情糊弄了过去 王熙夏专程回来 就是为了告诉庄杰 他打算今年过年 要跟崔哥一起过 自从母亲去世 哥哥出国定居之后 王熙夏自觉 自己就像一株扶贫 遇到崔哥以后 他第一次觉得 心里有了根 庄杰真心为闺蜜 找到了幸福 而感到高兴 而能遇到崔哥这样的伴侣 真的是所有女人的梦想 庄杰回家看到崔哥 正在给妈妈看着 有些奇怪 我要是不给他找点小毛病啊 我俩更没得聊了 崔哥千里迢迢跑到南平 只为征求庄杰的意见 可看到那枚巨丑的求婚戒指时 庄杰说 王熙夏从六岁开始 就幻想自己的婚礼 可幻想是一回事 真正不如婚姻 又是一回事 崔哥不确定 对他们这种独立女性来说 邋遢又占地方的男人 到底有什么不可替代性 而二婚的自己 又能给王熙夏带来什么 庄杰直言 虽然他们独立 但不排斥婚姻 也正因为这样 他们才更要过 自己想要的人生 也能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到底 在庄杰的助攻之下 崔哥终于得偿所愿 可到了王熙夏 要搬走这天 庄杰却要死要活 甚至厚着脸皮 替他们三个一起过 不行我计划 是三年爆两娃 你可别当我是 跟男朋友 异地又在冷战中的庄杰 无比优怨 他埋怨尘迈东太狠 半年来对他不闻不问 崔哥对拐走王熙夏一事 也有些内疚 于是将功赎罪地 把南平向省里 提交医疗旅游试点的消息 透露给了庄杰 如果庄杰能在项目 落地之前参与进去 就相当于在南平 和上海之间 搭上了一座桥 那他跟陈迈东的矛盾 自然就解了 庄杰立马收拾东西 准备回南平 王熙夏提醒庄杰 陈迈东这颗蛋不好钉 尤其是在被他伤过心之后 想要求原谅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果然 庄杰在陈迈东这里 碰了钉子之后 立刻给他打电话哭诉 王熙夏看着自己 住了多年的房子 又想起那个 不让人省心的闺女 他有些纠结 要不要跟崔哥走 小情侣未婚同居 毫无节制地折腾了一夜 呃 行了 准备吃点东西 才发现客厅有人 陈奶奶追着孙子 边打边骂 以败坏家方 你毁人家姑娘的清白 陈迈东自知理亏 只求奶奶手下留情 庄杰却着腿 跑出来 强调是他自愿 可陈奶奶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 他自觉无法跟庄杰妈妈交代 于是给了孙子两条路 要么报警 要么结婚 庄杰刚想解释 却看到奶奶意味深长的眼神 怕失去的他 只能寻求陈奶奶的帮助 在确定过庄杰 非自己孙子不嫁之后 陈奶奶就想出了 这么个逼婚的主意 庄杰瞄懂了奶奶的用意 于是同意先订婚 陈迈东终于脱单 各死的带媳妇 去跟朋友炫养 朋友调侃 他们家长早就拿着喇叭 喊遍了南平的大街小巷 弟弟妹妹给庄杰 布置了一个盛大的订婚仪式 陈迈东的父母 也罕见地聚在一起 没有吵架 在双方家长的见证之下 两人终于定下了彼此的终身 可原本计划 下个月来考察的投资方 明天就能到上海 王熙夏赶回去的同时 不忘叮嘱庄杰 明天必须到场 直到火车开动的前一刻 陈迈东才知道 刚定亲的未婚妻 要抛下他独自离开 他弃庄杰把婚姻当做了儿戏 把戒指还我 就当没定过这个混 庄杰死命 护着唯一能证明 两人关系的戒指 抢夺间 却不小心撞伤了陈迈东 本应一不舍的离别 变得不欢而散 庄杰和王熙夏的项目 得到了业界的认可 忙碌的空隙里 还不忘跟小妹 打听陈迈东的近况 得知大后方都是同盟之后 心里也安稳了很多 庄言有事没事 就去找陈迈东倾诉心事 顺便再帮大姐说点好话 这天她要回学校 求姐夫送她去车站 再看到庄杰的那一瞬间 陈迈东就知道自己被算计了 回去的路上 依旧冷着脸 一言不发 庄杰气陈迈东冷暴力 亲妈却觉得 她是旧游自取 和鸟鸟发现 东哥最近不仅学会了穿衣打扮 整个人也精神了很多 直觉陈迈东有了第二春 庄杰不管不顾的 直接冲进了浴室 你怎么进来了 我现在还不能进你屋了 庄杰哄了陈迈东这么久 现在已经无计可施 可偏偏就是这个哄字 让陈迈东火大 她觉得 庄杰像是在过家家 毫无诚意 庄杰突然明白过来 因为两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陈迈东才会觉得 她说话而行 但她这么多年 已经习惯把难过的事情笑着说 此刻她想知道 陈迈东是不是还非她不娶 可在即将听到答案的时候 又落花而逃 庄杰返回上海开会 却在路上遭遇车祸 而陈迈东刚好在上海参加殡尼大赛 擦肩而过的尸体上 戴着跟庄杰同样的订婚戒指 那一瞬间 陈迈东的呼吸停滞了 在庄杰感慨 劫后余生的同时 她也看到了 逝者资料卡上的名字 生离死别的一瞬间 仿佛所有的事情都无关重要 双向奔赴的爱情 在这一刻具象化